第三十多节羌佛办公室 第22号公告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些福弟子 延迟不符合第三十多节羌佛教化修行的文章和言论 其实这些本属是非不该提及 更何况其中大有也有用心之人 茂名代表是第三十多节羌佛的弟子 故意言行失德 但我们不管是什么人 毕竟是众生 是我们关心的对象 他们的偏颇延迟落入偏执见宗 故意公告 首先大家都要明白 佛教徒必须要依照第三十多节羌佛的教导 做一个安宁的 和平的 善良的 慈悲的 忍辱的 真诚的 利他的佛弟子 第三十多节羌佛在解脱到手印中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无论是在幸福的时候 还是在痛苦的时候 如果忘却了担当众生的痛苦 所的教导去修行 反而把众生当成对立面 让众生受到压力 这就失掉了慈悲利他之心 就与第三十多节羌佛的行为背道而驰了 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了 至于国际佛教生理总会要维护正法 那是指佛弟子要树立正知正见 要以大慈大悲的行为去利益众生 对于邪姿邪见的恶行 要感化他们 慈悲的帮助他们 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对手来骂 修行学佛要团结友爱 意见不同 观点不同 那是不了解或误会造成的 要通过我们的慈悲言行来感化他们 让他们知道真实的一面 解脱大手印讲得非常清楚 从无始以来众生就是我们的亲人 无论他们有什么过错 我们要原谅他们 怎么能去谩骂打击呢 人生是极其难得的 我们在这个难得的人生中 只能众善因过一个和善修行的人生 利益他人的人生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第三是多杰强佛办公室 2011年9月20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